不是 我有错了 我靠那么前不见了 这真是大冤种啊姐妹们 我闺蜜在网上做了一个什么超伙的测试 说自己是个中长发 本来想剪短一点 结果现在好了 太多了 你是不是想剪个短发 结果能纠结一个月 心惊胆战的不说 还怕剪短会丑 不停的询问身边的人 到底合不合适 好不容易下决心剪短呢 结果发现还是长发好看 想把头发留长呢 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结果大半年也没长两厘米 留到尴尬期的时候 你是扎也扎不上去 放下来又不长不短 哎呀 那些测试都是唬人的 你并不是不适合现在的头发 而是你定为异蛆了 今天这一期 XY轴长短发定位大发 让你远离纠结和烦恼 让你颜值翻倍 记着 把你身边所有的女孩子 都给我拉进来 想要变好看 看我这一篇就够了 首先啊 咱得知道自己适合长发还是短发 来 上英国著名设计师的2.25英寸定律 一支笔垂直下巴 拿把尺子量一下耳垂到笔的直线距离 大于5.7厘米适合长发 小于5.7厘米适合短发 小于5.7厘米适合短发 下面听好啊 你来了 从左往右是你的身高 1米5到1米8 咱定个X轴 从下到上是你的头发长度 大于5.7和小于5.7 也就是适合长发和适合短发 咱定个Y轴 这不难理解吧 好 咱们接着往下走 如果你在第一向线 你很高 适合短发 但是呢 你现在头发又很长不想剪短 怎么办呢 其实啊 个子高 头发长 在一定程度上会显得比较邋遢 有种头重脚轻的狮子头脊式感 当然别慌啊 有一个你不剪短也能整理你的发型 易梦林张元英头发的超大波浪 直接让你从平平无奇的路人子 变你年轻 其实原理很简单 就是在视觉上最大程度 缩绕你的头发长度 什么知性 细致 温柔 这不全都来了 你就去买这种40毫米的大直径卷发棒 跟着成姐1月20号的这些 傻瓜式大波浪学啊 你的身边人要是不夸你 我把头发都剃了 不信你去试试 如果你在第四项线 你很高 适合长发 但是短时间内呢 又能长 别焦虑了 姐妹 你偷着乐趣吧 妮妮 张欣宇 萨姐代表二 人家什么都不做就往那一站 气场就已经一米八了 这个时候啊 只要在妆容上强调嘴唇的色彩浓度 就可以压到身边的名片子 去看黑犬匠6月3号这期 中处西妮妮妮化妆 学会了 保准你自己都眼前一亮 如果你在第二项线 小个子适合短发 但是呢 一样舍不得剪短 别慌 最简单的方法 让你身形变得修长还不违和 那就是 丸子头加弱化身高的穿搭法则 来看咱们居姐啊 个子不高还留长发 为什么黑犬很好看呢 再来看看她的全身 那是因为她舍弃了 身高比 咱可别跟她学啊 人家是有包装团队的 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变成 土地星人 胡鼠镜3月26号这期 100多万最全的中小个子穿搭秘诀 就算小个子也能穿出强气场 如果啊 一周有8天 也完全不会重样 再加上成姐12月20号270多万人 都觉得有用的超简单丸子头叫成 哇 这要是学会了 谁还在乎那点身高啊 最后 如果啊 你在第三项线 小个子是合长发 但是现在头发呢还是短短的 妹子 我求你们了 不要再想着留长了 唐一新 谭松玉 王子文 都是无时无刻在散发上 俏皮灵动的可爱魅力 踩上高弯鞋是郁姐 穿上裙子温柔甜媚 一身运动妆 瞬间又回到了18岁 看到这儿你还是要 执意留长发的话 那你绝对就是吃饱了六大圈 听到了 宝子们 不要过度追求 网上风靡的什么什么教程 一会让你留长 一会让你减短 记住啊 审美是没有标准的 做自己做到这样 再会